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教你常识讲的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经验世界 那么同样的呢 你的宗教啊 它也需要什么 别人要信你 你这个宗教没有人信你 这是一个体系的话 你没有信仰体系的话 那是没有人的 它宗教为什么会有这个社会学层面的 它为什么要有社会学层面的 比方说它要建构寺庙 那么建构寺庙里面呢 要有一些人去朝拜 是吧 因为没有朝拜 就修几个空庙了也不行 所以它有一些宗教的一些团体啊 组织啊 一些宣传啊 什么这样的 就是它有一些社会性层面的这样一些结构 这样一些结构表明什么 它是需要面对大多数人的 要面对大数人的 但是呢 宗教在面对大多数人的时候 它不是改变大多数人 而是要把大多数人保持在 原始的赏识的水平上 就是保持你原来水平上 而不是提高你 它说和这个赏识和宗教不同呢 哲学的治理体系啊 就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要改造这个大众文化 改造这个普通人 把这个大多数人啊 提高到一个新的文化水平上 你比方说你原来是一种传统的观念 我要把你的传统的观念改造过来 让你走向一个现代观念啊 成为现代观念 所以他认为啊 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 应该过程 他说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文化的创造运动 这就叫文化的创造运动 所以葛兰西从这样一个 从这样一个定义上啊 就把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定义啊 哲学定义啊 就揭示出来了 那么从葛兰西的这个定义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从两个方面改变了 以往的哲学定义 就说以往的哲学啊 都是以科学的方式 把哲学定义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就认为啊 哲学就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 是少数人的一个创造 思想创造 和其他的人无关的 所以哲学呢 只是在一个课堂里面 或者说在哲学家的这个圈子里面 而不是啊 能够面对大多数人的 那么葛兰西第一次 从这个哲学的定义上 这个哲学定义的这样一个结构上啊 说明什么呢 就说哲学是一种文化的创造和革新运动 所谓哲学是什么 哲学不是一个 在书斋里面少数人的 这样一个文字的游戏 或者智力的游戏 而是什么 它必须要面对这个大多数人 要改造这个社会 改造所有人的这个 把所有的人 使他们的这样一个文化 从一个低级的文化 到高级的文化的这样一个改造 一个改造 那么这一个定义呢 就实际上以后的 它的这个政治哲学 包括知识分子的功能 政党的功能啊 所有的这样一些定义啊 都从这样一个 基本的哲学定义里面来的 定义里面来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啊 都定义都把哲学 悬置于日常生活之上 就认为啊 就说日常生活 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是不进入日常生活的 哲学是不进入日常生活的 那么 葛兰西的这个定义呢 就刚好要使哲学啊 进入日常生活 就是说 他强调哲学就是什么 批判日常生活的理论和实践 什么叫哲学 哲学就是批判日常生活的理论和实践的 所以 虽然葛兰西没有对这个 日常生活展开更多的批判 但是他却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架 就是以前呢 比方说这个 作为科学哲学 包括分析哲学 他们都这样的 就是哲学是理智的东西 那么常识呢 是应该被选择起来的 就是他应该是之外的 常识不能 哲学是不能进入常识 不能把常识作为对象的 但是葛兰西的这个定义呢 刚好就是说 哲学啊 就是应该面对日常生活 就是应该什么 把常识 把日常生活啊 作为他的理论和实践的 这样一个对象 实践和对象 作为理论的对象呢 它是一种理智的这样一个创造 那么作为实践的对象呢 它可以什么 通过行动啊 来进入这个实践 来改造这样一种文化 改造一种文化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 对这两个 我们前面讲的 一个是对人人都是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定义 第二个呢 是哲学是世界观 通过这两个定义啊 葛兰西呢就对哲学的这样一个 作了一个 就是对哲学啊 本身作了一个文化哲学的 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这两个层面的 这样一个问题呢 也就包含了他的这样一个 哲学定义的 这样一个内容 定义的内容 那么从这样一个哲学的定义出发 哲学定义出发 作一个定义的话 从他的传统上讲 他就定义为什么 是绝对历史主义 他说这什么是实践哲学啊 如果我们对他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分析的话 讲的是什么 绝对历史主义 那么绝对历史主义呢 也是他的一种传统 一种传统 那么什么叫绝对历史主义 这个绝对历史主义呢 它是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这个 科罗奇的定义而言的 科罗奇是把这个哲学 定义为这个历史主义 他离途 他说以前的哲学 以前的哲学建立的什么 是一个科学理论的 这样一个本体论 是一个知识的 这样一个本体论 比方说黑格尔 把这个哲学叫什么 最高的理念叫什么 绝对知识 是吧 他觉得达到知识的 这样一个统一性 但是他就认为了 就是说 这个作为历史主义哲学啊 他最根本是什么 要把历史植于到 本体的这样一个地位 也就是说 对历史本身这个概念 要做一个本体论的 说明和论证 本体论论和说明和论证 那么葛兰西呢 在期盼这个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 继承这个历史哲学的传统 如果我们把这个 意大利的这样一个 哲学传统 做一个清理的话 做一个清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线索 我们看看 他这个历史主义 发展的这样一个线索啊 可以看到 他对这个历史主义的 这样一个改造 那么维科呢 我们说他最早提出啊 这个历史哲学 批判这个 批判笛卡尔是吧 强调这个历史哲学 那么维科在强调的时候 他的研究的 这样一个基础是什么呢 是原始民族的文化 就是说他也强调这个 以语言啊 以这个公民社会 为这样一个 为这样一个基础 但他强调是什么 是原始民族 他的研究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剖析啊 他是通过什么 原始民族文化 那么作为以民族文化 为这样一个研究的 这样一个 特别是以原始这个 民族文化为这样一个研究对象 他存在一个什么 缺少普遍性 是吧 他就没有这个时代特征 没有时代特征 他有民族特征 但是他没有时代特征 你没有时代特征 也就是说你是缺乏 世界历史普遍性的 所以你这个意大利的哲学 在这个维科的这个时代啊 他是没有广泛流传的 那么为什么别人到现在 才认识他的价值 而在当时不认识他的价值呢 其中我看到这个维科的研究资料 很大的程度上说得益于马克思 马克思时他从什么 从一个狭隘的一个原始民族的考察 进到了一个时代 就是说获得了这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 那么作为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哲学发展来说呢 他有一个什么 到拉不了拉 他通过对维吾史观的改造 使他获得了什么 时代性的特征 就是说 时代性什么 他是以现代社会 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为基础的 所以他是什么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以社会 现代社会为基础 那么他就具有了这样一个 时代性的特征 但是拉不了拉 我们知道 他在研究这个历史哲学 改造历史哲学的时候 他这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是把实践哲学啊 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 是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 他如果作为一个历史理论本身 他的内容具有了普遍性 但是在形式上 在哲学的形式上 他是缺乏普遍性的 这个哲学一定要上升为本体论 才能获得他的最大的普遍性 才能成为人们共同的世界观 所以你讲世界观的时候 你唯物史观 你只能作为一种方法 你也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世界观 所以他在 虽然他在内容上 获得了一种普遍性 但是他在他的 当他把他仅仅作为 唯物史观 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时候 他在形式上是缺乏普遍性的 在形式上是缺乏普遍性的 所以呢 格罗奇在这个继承 这个拉布里奥拉的传统的时候 把他作为这个时代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啊 要建立一种形式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 所以他就提出什么 就是历史本体 就是说历史在他那儿 不仅仅是一个什么 不仅仅 所以这个 格罗奇啊 他在讲实践哲学的时候 他一讲实践哲学 他是很重视马克思的哲学的 很重视马克思哲学 他为什么要重视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就是说实际上 他刚好对这个 历史本体论的这样一个改造啊 是经过了马克思哲学 所以这个超出了 这个狭隘的这样一个民族性 进到了普遍性 而他对这个拉不辽拉的 这样一个提升和克服呢 就把他形式的这样一个特殊性啊 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普遍性 所以就提出啊 建立历史本体的问题 建立历史的本体问题 那么葛兰西呢 就对这个历史的本体 葛兰西就认为 如果你把历史的本体抽象化了 就是说他认为历史的本体 如果超越出来的话 它是应该什么 是应该和行动啊 它是无关的 行动无关的 就是说哲学的历史本体啊 它是和什么 和理智是相联系的 和智力是相联系的 但是它和政治是无关的 就是说它是和理智相联系的 但是它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你的历史本体 它不是连接一个意志的 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问题 政治的问题 那么这个 作为这个 葛兰西呢 对他的改道是什么 他就强调历史的本体 作为历史的本体啊 不仅等同于理智 实践呢 作为一个历史的本体 它什么 应该是什么 理智同时还要加上意志 所以它是包含了整体的 所以它等于什么 历史本体 就是等于这个理智啊 也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历史本体 也等于政治 也等同于政治 所以他认为啊 这三个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除了这个 就是说实践哲学 它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哲学 哲学它是和什么 你作为实践的哲学 它是什么 它是哲学和政治啊 它是相等的 它既是哲学的 作为历史本体论 历史本体论 它既是哲学的 同时也是政治的 同时也是政治的 所以它就把它沟通起来了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哲学当中 历史本体论当中 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智的活动 它应该同时还包含什么 还包含行动 包含政治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 包含政治这个概念 那么从事这样一个改造出发 这样一个改造出发了 所以它就重新来定义 这个实践哲学 定义实践哲学 那么这个定义实践哲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两档话是对这个定义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它说 哲学实践哲学 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或丰富了某些文化思潮 那么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 这一个是相对于第二国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的 它认为第二国期的马克思主义 正统马克思主义 它说比方说普列汉洛夫 他们是以18世纪的法国的这个 维吾主义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 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只是和这个法国 法国维吾主义那样一种机械的维吾主义 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 所以在哈曼尔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什么 近代哲学 是法国 18世纪法国维吾主义的哲学 而不是现代哲学 而它强调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啊 它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现代哲学 所以呢它是在现代哲学 现代这样一个文化思潮 它讲的对某些文化思潮的这样一个丰富和发展 实际上是强调什么 它是属于现代哲学的一部分 现代哲学一部分 那么这是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 那么作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它认为啊 就是把历史主义 发展成为一种批判的哲学 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现代哲学的要素啊 不是一个 它说作为丰富的话 它说不是说对以前的这个历史哲学的一个继承 而是什么 刚好是通过对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批判 对现代文化的一个批判呢 成为现代文化的这样一个要素 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 呃 所以它在这儿呢 就是呃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说明 那么第二个说明呢 它说实践哲学 它实践哲学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因为在这个呃 监狱里面啊 它怕这个呃 讲这个马克思主义被这个收走了 就是被这个就是不让这个出去 所以它用了实践哲学 但是当然也包含它对这个马克思哲学的理解 它说实践哲学啊 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和顶点 唯新主义和实践哲学 都产生于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当中 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 但只有实践在实践哲学那里 它才是绝对历史主义 绝对的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 那么这一句话是讲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认为啊 就是说以前的这样一些哲学 以前的哲学 他说一个都是什么 唯新主义哲学和实践哲学 唯新主义哲学和实践哲学 它都产生于黑格尔 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当中 黑格尔的内在论 内在论是什么呢 就探讨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就探讨人的精神世界 所谓内在论和这个 他说内在论的哲学 在他那儿所表达的是什么 是探讨人的精神的这样一个 世界的这样一个哲学 因为它是内在的嘛 不是探讨一个外在的物质的东西 如果探讨外在的物质东西就是什么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一个经济基础 一个外在的因素来决定内在的 而不对内在的进行研究 他强调 他说是黑格尔的内在论 变成的历史主义 黑格尔内在变成历史主义 那也就是说 黑格尔的精神教学 是不是认述了人的精神的 一个内在发展过程 是吧 它是一个历史主义的 他说但是只有在实践哲学那里 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 也就是说黑格尔那儿 它最后什么 它的历史发展到最后 绝对知识绝对精神的时候 就封闭了 它是在一个概念体系里面发展的 而实践哲学呢 它是什么 绝对的历史主义 就是说 它是没有任何界限的 没有任何界限 是讲的一种现实的发展 那么这个现实的发展什么 就是讲的能的发展 所以它也是绝对的轮道主义 也是绝对的轮道主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这么强调了 马克思哲学啊 实际上对黑格尔的精神 信仰学之间的这样一个批判继承关系 批判继承关系 所以这样呢就把马克思主义啊 定义为什么 为什么说它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啊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它把全部的研究对象 就是马克思的这个研究对象 明确地定义为什么 不是对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物质问题的一个研究 而是对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它是什么 以能的发展和对能的一个改造 为它的基本对象的 基本对象的 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能道主义 所以它在定义这个绝对历史主义的时候 绝对历史主义的时候 我们把握这两点它什么 一个强调它是现代哲学 它现代哲学 它不是一个 不能以这个18世纪的这个法国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 这个机械论的这样一个维吾主义来解读马克思哲学 它认为那样解读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近代哲学 这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非批判的 非批判的 这是一个就强调马克思哲学 它的一个现代性特点 现代哲学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它属于现代哲学的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就强调它对黑格尔主义 就是马克思主义 它哲学的一个本质是什么 那么作为现代哲学思潮 我们说了有科学主义的 那么也有文文主义的 那么马克思哲学它属于什么 属于绝对的人道主义 属于绝对的人道主义 所以这个就把马克思的这个对象 所确定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葛兰西亚 对这个绝对历史主义的这两个 这反映了它的一个 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它是一个 这个综合的整体 综合的整体 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的整体呢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以前呢 它认为以前 由于这个人们对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理解 从这个原来的 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 哲学当中去理解 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仅仅和什么 强调和这个经济学 和这个社会主义 把它分离开来 分离成三个部分 这是马克思的三个组成部分 他说实际上 它本身是一个整体 应该是什么 是应该它们是一个 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 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三个 就是说哲学 经济学和这个古典哲学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 和法国这个政治 这三个思潮之间的关联帐 来看待马克思哲学的 这样一个起点 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 是从这三种思潮里面 产生出来 而不是说哲学 是从德国古典哲学里面 直接从知识里面出来的 然后呢这个政治经济学 就产生了他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这个法国大革命呢 就是产生了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历史学 和社会主义学说 他说不是的 就说这三个方面 马克思正是从 这三种运动当中 产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哲学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什么 在这个地方啊 他提出来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 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为什么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什么我们上次讲的 为什么可以把它画等号 因为他对马克思 所有的定义 就把马克思定义为什么 哲学 以其他的这个社会主义学说 和政治经学 都是他的这个文 整个哲学当中的一些内在的要素 一些内在要素 马克思正是通过这样两种学说 而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 不同于其他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其他哲学特点 所以这是他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马克思哲学概念的 这样一个定义 另外一个他强调 这个哲学具有一种政治的这样一个批判性 政治批判性 他认为绝对历史主义之所以是绝对的 是因为他具有政治的批判性 具有政治批判性 为什么说他是绝对的 他不仅仅是对思想的批判 同时他也是一种政治的批判 那么这种政治的批判呢 就来自于他对意志做了一个彻底历史主义的说明 也就是他不是对知识 而是对人的意志本身的研究 本身的研究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 绝对的人道主义什么 他是要对意志本身进行研究的 就是说他同时要把意志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那么意志的我们说了 是能的自觉的能动的行动 能动的行动 那么实践哲学意识绝对主义 要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认证什么 你的意志必须是合理的 我们说知识啊 他是一个真理是吧 那么作为你行动 作为意志 他的认证是什么 就要说明你的意志的这样一个合理性问题 不能把意志啊 看作是一个随便的 就是一个这个任意的这样一种意志 这样一种意志 而是要使你的意志能够符合历史必然性 符合必然性 也就是说呢 你要在你的行动当中啊 实现他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普遍性 就是你的实现呢 是因为你具有了历史的普遍性 一种意志啊 之所以能实现 就具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普遍性 这个地方呢 就实际上说明什么 就是说历史的必然性呢 就是指的文化的批判和改造运动 改造运动 那么这个和他个人和大众文化的 这样一个政治活动啊 他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他认证的什么问题呢 你一个政党一个个人 要使你的意志实现的话 你必须什么 必须要到这个 把你的这样一个意志啊 变成广大群众的这样一个活动 而且是一个自觉的活动 你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自觉的活动 你的意志才能变成一个现实 你的思想 你的世界观啊 才能实现 就是你要使你的世界观 你创造的新世界 能够成为改造这个大众群众 能够使他成为一种 创造一种新文化 那么你就要什么 使你的意志啊 具有合理性 具有一种普遍性 那么你只有 越具有普遍性 所以你才能得到了什么 才能够啊 使你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更符合群众的 这样一个人民群众运动的 这样一个需要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收 所接收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他强调这个意志的合理性啊 实际上刚好什么 和这种消极的对待群众的这样一个态度啊 它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很强调啊 这个政党 政党啊 在这个文化改造运动当中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文化改造当中的作用的 这是他讲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两个特点当中呢 可以说后一个特点呢 也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 当然就是 对于葛兰西来说啊 他是坚决反对啊 从传统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个 理解这个唯物主义的学说 同时呢 也反对啊 以这个论识论的这个角度来解释 而是呢 强调从这个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观点 通过对人的这个意志的考察 来解说这样一个哲学 解说这样一个哲学 那么这就构成了 他对这个实践哲学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地义 基本的地义 也就是说构成了 他对这个实践哲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那么这边 我们是为了解决定的 现在就是做构本地买内